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着脑更看门到 我是代班播报员安竹哥 2023年5月10号 大谷香平先发担任指定打击打第三棒 久居下半落后三分的天使队反攻 面对太空人队终结者Ryan Presley 手棒刀者Mike Charles内野安打上雷后 大谷香平本场第四次打击 滑球脊椎本类板内脚膝盖下方 吸引大谷出棒打成插棒制打球 同的大谷直咬牙 这时候即将应征那句老话 大谷吃痛 偷手心痛 边速球本类中间稍低选掉 继续滑球与第一球进雷点接近 再度吸引大谷出棒打成一垒测接外球 曲球走在接近本类中间膝盖高度进雷 大谷弯着腰神手一撈 把球送向右外野大强的两分炮 本季第八轰出炉 帮助球队追回两分 这球与前面三球产生至少八麦的速差 使得大谷香平的出棒节奏稍微被破坏 但大谷展现不错的球棒控制力和挥棒平衡感 使得这球即便只剩上半身的力量挥急 还是能够掌握住球把球捞出墙外 可见其上半身击球爆发力相当恐怖 这球的击球出速来到102.6mm 与4月底的第七号相比 虽然慢了11.7mm 但是击球阳角为31度 只比黄金26度多出5度 5月份第八场才终于打出本月首轰 但对照5月前面7场比赛击球内容 虽然击球出速下滑到89.8mm 但仰角平均来到11.9度 明显比4月底进步 除了打击状况升温走势 比去年更看好外 另外就是大谷的打击稳定度 也比去年更好 本季目前最长只有2度连两场无安打 去年同时期就曾经有过3度 两场以上无安打低潮 反应在打击率上 目前打击率2.93 相比去年同时期2.58来得高 代表大谷香平在打击低潮的调整速度 比过往又更加的进步 因此今年大谷的打击成绩 后续更加看好能够突破许多个人记录